第四百九十九章 沒有淡台明月的開始 在金海市的十字路口 淡台明月雙手插袋 扶了一口氣 唉 說不定哪天就會走 是時候到別 對的 要道別 但陳卓暫時不行 黃鼠狼 貼到陳卓實實實 更加不行 現在唯一可以道別的 只有張悠悠 所以淡台明月想到這裡 一個閃身消失在十字路口 月亮西落 朝日初升 街上的行人也慢慢多了起床 青山精神病院入面 休息了一整晚的患者 一個一個懶洋洋 一整整整整地擦牙洗臉 屋仔旁邊的核寬樹叉上 有幾隻麻雀 嘰嘰嘰嘰嘰嘰叫到不停 忽然間 牆下一個白貓出現了 喵嘰一聲 屋仔的門一瞬間打開一條縫 黃鼠狼寬天起地地 抱著一個零食包裝袋 衝出來 他怕吵醒陳卓,按下一把聲叫 喵喵,你來了啦 又是喵一聲,哩下貓叫,鬍鬍麻麻地捐入黃鼠狼的心裏 黃鼠狼順著合歡樹跳上牆頭,熊在白貓身邊 用一爪仔在零食袋裡拿出幾顆貓糧 他用陳卓吃剩的零食袋來裝貓糧,盡顯他的氣質 陳卓昨晚睡得早,所以醒得也早 坐在床上,穿著頭上五顏六色的雜貓 哎呀,不等二弟,卓真神醒了啦 沒有人回應他 等二弟 陳卓我哥的頭畫了口,打了喊佬 但依然是沒有人理他 他吵著頭又喊,黃小貓 黃小貓 黃小貓也不在家? 陳二昌 安靜到非常 陳二昌,有好東西吃啊 還是沒有聲 陳卓這個時候懷疑自己在做夢 撕下嘴,人們去了哪裡呢? 然後他就起來,隨便套衣服上身 在穿了一隻蜜之後,怎麼都找不到第二隻蜜 咦? 卓真神的蜜呢? 被老鼠打了嗎? 剪外皮找,患低身在床底找 死啦,人又不見,蜜又不見 淡台鳴宇一不在 陳卓搞到自己七國那麼亂 所以他只能夠一隻腳穿蜜 一隻腳沒有穿蜜 踢著大頭拖鞋走出睡房 在客廳裡,公公整整乾乾淨淨 就是一個人都沒有 屋仔外面,患者拿著飯兜去飯堂 陳卓伸長條頸,在兩個石獅子中間隔隔頭 出去摸摸,咦?開飯了 他摸摸自己的肚子,開始喊 這個時刻,蛋二弟去了哪裡不重要 黃小貓去了哪裡也不重要 陳二卓去了哪裡了,本來就不重要了 陳卓連咦咦咦咦走到錘櫃旁邊 在裡面拿出自己的碗筷,衝了衝屋仔 連門都不記得山,就衝去飯堂 黃鼠狼站在牆頭,眼睜睜看著去拿飯的患者 喵 那隻白貓又叫了一聲 黃鼠狼身體走仔有個零食袋裡面 又拿出幾顆貓糧 吃多點啦,這貓衫,你看你呀 陳卓就半年以來第一次排隊拿飯 沒有了以往那種敏銳 導致他排隊在隊伍中間 站在陳卓身後的患者 看見他的背部有一塊凸起的地方 用手刺一刺,軟軟軟的 隊伍在縮短,一邊走一邊刺 那塊凸起的東西就在衣服裡滲出來 原來是一隻白色的蜜 後面那個患者手急眼快,一手接著那隻蜜 然後他們很嫌棄地,看一看左右沒有人 一手將那隻蜜 拼到旁邊拿飯的隊那裏 旁邊拿飯的患者 留意到地上有一隻蜜 就用腳一撥,踢得更加遠 那隻蜜在地上遊走 卓真神就排隊拿飯窗口 第二個飯兜上去 陳卓? 幫他裝飯的阿姨都很驚訝 但陳卓眼中只有飯和菜 那些粥放在碗裡 那些菜就放在碟裡 給多幾塊肉 要五個燒餅放在菜上面 裝飯的阿姨幫陳卓裝好飯 還按照他吩咐,選多幾塊肉 陳卓走開了 身後患者看到他拿到很多肉 於是就像陳卓這樣說 那些粥放在碟裡 菜放在碟裡 給多幾塊肉 燒餅放在菜上面 哪有這麼多的事啊 有得吃就吃吧 飯堂阿姨一句凸上去 同樣的說話 完全不同的待遇 陳卓拿著飯菜 走去他最熟悉的位置坐下 飯堂裡面 有一個護膏 撿在地上的一隻蜜蜜 誰取了一隻蜜蜜啊 陳卓雙手合十 剛剛打算飯前儀式 我高頭稍稍那個護膏 露出嘲笑的表情之後 就繼續他的儀式 哪個死蜜蜜 在飯堂裡脫蜜啊 有沒有可能是你的呢 果然 淡台銘月一不在 陳卓不單要自己去拿飯 連蜜都可以不見的 第五百章 離別的氣息 大院裡面 馮寶因為玩手機 起都有點遲 走到陳卓家屋仔 大隻一個人都沒有 馮寶不敢自己去拿飯 於是掩個電話出來 愚愚愚地發一條語音給黃鼠狼 跟著自己去飯堂吃飯 睡房的貓窩 黃鼠狼手機的屏幕 著了 除了馮寶的訊息之外 還有淡台銘月幾個電話 和一大抽的短訊 淡台銘月寫著 我來找悠悠 上午或者下午回來 而短訊 就是幾十條 他那張銀行卡當日的消費支出和餘額 上午時光 陳卓萬不驚心地看電視 馮寶坐在暖氣旁 研究智能手機怎麼用 柳玲還掛在屋頂 現在已經變成一條生無可戀的鹹魚 我們黃鼠狼就忙了 早上那頓掛著餵貓 他就吃不到 現在就忙著一路索公仔麵 一路在刪的扣款短訊 一路刪就一路想 等二哥是不是發冷閘 曬錢越曬越曬 曬腳不抹腳 就算鋼生銀生也不夠他畫 去到中午 張悠悠開著車仔來到青山精神病院 淡台銘月在車上下來 兩個人在車的後尾箱裡 沒有了一大爛餐 張悠悠還叫保安過來幫忙 等他們三個人來到屋仔 陳卓、黃鼠狼、馮寶 看到牛了 淡台銘月張悠悠 他們兩個就拿了不太多東西 但後面的保安就糟糕了 整個衣架 掛到滿了 手、頸、前前後後 全部掛著包裝袋 他們兩個女人又是傻的 找多個保安不行 馮寶很聰明地 立即走過去 幫忙脫了保安身上的包裝袋 誒?蛋二弟?你去Supping嗎? 陳卓一直說 一直控制你 開始看包裝袋裡面的東西 但無意中 就看到眼神閃觸的張悠悠 張悠悠這個時候眼圈紅了 他趕快轉移視線 看著淡台銘月說 師母 我今晚還要直夜 我回去休息了 嗯 小心開車 張悠悠很不捨地 望了淡台銘月兩秒 心想這一別 看似今生今世都很難再見 不行 又想哭 張悠悠立即眨眼 燒到眼裡的漣漪 凹凹凹的頭 向著陳卓鼓了一弓 師父 我先走了 都未等陳卓反應過來 就轉身 走走 直到昨晚 張悠悠知道師母要回去詭解的消息 已經哭了幾次了 一想起 半年以來相處的點點滴滴 張悠悠就忍不住傷心落淚 淡台銘月這個師母 經常提點的修煉 兩個人相處就好像閨密一樣 但陳卓就滿腦疑惑 誒?大一二弟 你欺小求求啊? 淡台銘月現在還在找理由 如何敷衍陳卓 正好 打蛇垂棍上這樣回答 是啊 欺負他啊 那怎麼辦? 這句敢點丫 當堂就摘到陳卓整個嘔 了 欺負完小求求 還餓過那隻狗 陳卓眼神閃縮 開始感嘆說 唉 現在連小求求都不乖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傷標 如果換着帝哥 你早已經一隻鞋 飛到別人的臉上了 黃鼠狼就打側的頭 好疑惑地看著淡台銘月 高檔遊影長毛貓貓睡點? 加大館? 淡台銘月就說 我見你和那隻貓進展得幾快 提前買定婚床給你 當作結婚禮物 還有些東西 我在貓品店那裏答單 你找來拿走 什麼貓啊? 陳卓傲愚愚愚一臉懵逼地問 馮波解釋說 我是黃先生的女朋友 一貓一鼠 經常在牆頭那裏輕輕 我我花錢月下 整個精神病院都知道 只有陳卓這個死白癡不知道 黃鼠狼笑笑口 不好意思地嘴嘴一口 陳卓現在都沒心理他了 拿起一個黑色紙袋就說 這個精品男裝 是不是卓真神的? 不是啊 是馮寶的 房車我看好了 不過價錢比較貴 比較麻煩一點 需要你本人在場 待會有人來購買卡 馮寶話畢都是你的司機 該有個體面當然要有 淡堂明遇一伸手 地下有五六個包裝袋 指著馮寶就說 馮寶這些是你的 我也有份啊 馮寶忽然間由局外人 變成局內人 當堂開心得有點不知怎麼辦 多謝譚小姐 多謝卓真神 陳卓見過的東西不是他的 又拿起一件畫 那這件男士衛衣是我的了吧 不是啊 是陳二卓的 陳二卓? 你是陳大卓 卓真神 陳二卓那個人 每天穿得和你一樣 經常做些壞事 大家都以為是你做的 很難分的 以後啊 禁止他和你一模一樣啊 在那些物品裏 又浮起的包裝袋 對放了長角 剩下的禮物 淡堂明遇一分配好 小鬼的 還有狗糧啊 他一隻狗 生歐歐 不要只顧著玩 餓死人家 給點東西吃 這些是賢的 這些是虎魂的 他選了之後 就剩下一半左右的東西 淡堂明遇見到陳卓 一點都不心急 有些欣慰地說 剩下的都是你的 新的羽絨皮 iPad 各個季節的三副鞋物 各種的生活用品 陳卓今次是開心了 蛋二底 居然主動買禮物給他 不過黃鼠狼 就忍忍覺得 有點不對勁 又不是大時大節 送什麼禮物呢 他好像 聞到一些離別的氣息 一樣 支撐 那個有些都是 甲子 那還用電話 我可以寫 我給你 那種 逮捕 天 第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一